立法院长王金平可能不会领表 党主席朱立伦到现在 也没有表态要参选的意思 所以又传出党中央打算改用征招的方式 但这听在小辣椒 红秀柱的耳里很不是滋味 我发誓我被劝退 好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可能的一件事 与记说的坚定 如果党内想劝退 小辣椒不会妥协 方便党内初选规章 听明白法中 红秀柱说哪来的征招 两个协商不成的话 还有第二轮 三个礼拜还有第二轮的投票 所以你根本不接受 所以还有第二轮 还是你们两个人 还是两个就没有30% 是谁多就谁出现 所以根本就没有征招这两个字 对征招不以为意 目前除了他之外 还有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两人已经拿到一万五千份的联署书 接着要跟对手蔡英文相比 进行初选民调 必须拿到三成的支持度 就算两人没过门槛三星期后 还是有第二轮民调 互相PK之外 还要跟对手蔡英文再比一次 比这么多次总可以选定人选吧 但党中央态度却很保留 实诚恐进入延长赛被民进党远远抛在后头 党内如果想玩征招 让表泰玄的人起跳脚 你怎么知道在你眼中的不是咖的咖 后来不会变成A咖跟特级咖 UDN TV胡锦顺 萧比怡台北报道